吹吉避空有辦法 亂擺放東西很驚嚇 家居風水怎樣擺好 師傅教你應怎樣做 旺來伯伯 好,今天旺來伯伯有現場嘉賓 她就是塔羅神 Hi Jessica 你好 是呀,你好 好久沒見 一年而已 是不是真的一年 是啊 我真的忘記了原來是一年 我記得 剛好原來就是去年的12月 是啊,接近你生日的時候 你不用提大家 然後又一年了 時間過得好 我是沒有想到這件事 我剛好心血來潮 好像很久沒見你 但我又看到你的IG很活躍 經常都在香港 我就問問你的經理人 塔羅神是否在香港 下個星期日就飛了 所以挺有緣 是啊 你又去哪裡? 美國 這麼開心嗎? 所以年度相聚 我記得上次我們還是 其實只不只一年? 一年 但是我記得我上次見你 你是幫我檢查公司 對 哪個方位是最旺的 對 沒錯 但我們已經搬了一年很多 真的兩年了 沒有兩年那麼久 真的嗎? 無論如何 不要緊 這次你第一次來我們這個新屋 是的 所以我突然想起 是否又可以幫我檢查一下 我們公司哪個位最旺呢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這條片 好 今天塔羅神上來 其實跟塔羅牌完全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過跟西式的有關係 是的 因為你本身也是一個魔法師 可不可以這樣說 西式的原學家 西式的原學家 是的 不如當我今天那些觀眾才認識到你 是的 介紹一下 讓大家多知道你一點 他有厲害的 塔羅神 是的 這個名字不是浪得虛名的 你是跟著全世界最有名的塔羅斯學 那個是否堪稱冠軍的? 全香港 歐洲才有名 歐洲 那你就 他的首席亞洲徒弟 首席亞洲徒弟 不過已經是香港著名國際級的塔羅斯 因為我幫歐洲每年 現在連續第四年 寫那些星座運程 那他就在最多人看的那塊報紙 頭版 是的 每一年都是這樣 每一年的? 是的 你有沒有檢查世界大事? 每年都會 檢查世界大事 反而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是嗎? 真的不會的 通常都是一個人 通常人家問到我會檢查 或者有時做嘉賓他問到我就會檢查 是的 這樣自己就不會檢查世界大事 就免得做這些預測 是的 我自己就幫助自己檢查 或者幫身邊的人檢查 或者幫客人檢查 那也好 是的 即是那些是更加接觸 最直接的 是的 OK 那你也做了很多年 是的 雖然我還很年輕 不過其實現在 你很年輕 但是 西方這樣為什麼會吸引過你 你完全沒有碰中國的東西 不碰中國 為什麼呢? 因為我之前在德國那裡住 回流回來香港 所以我接觸的東西都是西方 還有很科學的 德國這個國家很科學 是的 所以我很相信科學的數據 例如我們西式這樣 我們就是講運 時運高低 西式我們就說 全部科學家已經證實 每個人都會產生磁場 當我們的震動頻率低於200 我們就會病 各方面就會差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改善自己的磁場 即是我們的氣場 中國人叫氣場 是的 同樣地也要保持正能量 要開心點 也有幫助 你怎樣檢查到是低於200的頻率 怎樣檢查到 其實那個是科學家才有的 我就沒有的 不過我可以問那個占卜棒 就是可能檢查他現在的磁場 是不是低不合格 都可以問到 因為這個占卜棒 其實已經有幾千年歷史 就是我們的沉龍棒 沒錯 我們香港人叫他 他之前會找水源 控制 現在我們用來找鬼 也會探靈 也會演變成是否看 西式風水都會用到 他會在家裡指哪個位置是最旺 你問他十次甚至二十次 他都會搭同一個方位 而沒有1cm的偏差 當他在那間屋裡找到最旺的位置之後 我們就要用這個 就是德國巫師去自己親手做 他一邊做一邊唸咒 能量塔 是的 就是我們的能量塔 然後他也用了49天 去不斷唸不同的咒 即是等於我們開光 把塔放在家裡最旺的位置 他就會把家裡全部不好 在磁場轉化做好的 是的 那你就會發覺放了之後 全家人各方面好轉 即是等於氣場 或者磁場便會平衡 是的 所以如果一間屋裡 有靈體的話 其實他也可以幫到手 是的 靈體會離開 因為靈體不喜歡這些性物 即是我們的性物 OK 那當然了 你要檢查 自己買一枝棒 是不是每個人自己可以檢查 不是的 不是的 是不是的 OK 是不是的 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行呢 我自己練習不行嗎 這個練習 如果他練習得到 他能動 你下次找他做嘉賓 可以 因為很多人嘗試去操控他 是的 起碼幾百人 即是 又上過電視 又上過不同的傳媒 很多人 其實只有幾個操控 還有幾個都是試呼吸的 但是他真的動的 那也不行嗎 真的動的 你試一下 要不要試一下 我好像不行 你先試一下 那你要這樣 真的嗎 姐妹圖那些嗎 是的 是嗎 那兄弟幫我問過 是啊 即是他可以答到是否 哦 那你說查到那個人的能量嗎 是的 可以查到 好來來來 是怎樣 即是要200 你說要 是的 你應該過了 看你整個 是嗎 是嗎 因為低於200 那些沒那麼亮 蛤 眼神會比較濃 見到那些黑低那些 交叉 是呀 但我全部合起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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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一會兒 是 Jessica說 可以開放電話給人問 沒錯 真的嗎 是呀 平時要排隊 當然啦 要排到2046 46 也不知道 排到2046 喂 一會兒你有問題 其實很簡單問 是否 我可不可以明年搬屋 我可不可以明年隔人 是呀 幫家人問都可以 因為他占卜棒 始終不跟塔羅牌 塔羅牌要親手抽 是 因為反映潛意識 OK 尖卜棒就是他會檢查 所以他就不需要你親手抽 他都可以回答你是否提 哦 好 我們給三個評論 當然是收費時段 是呀 當然了 收費人才可以有這個福利 收費都便宜了很多 正常每一個人 當然 你給我六十元收費時段 六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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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馬上看一段影片 好 Jesic 第一次來我們觀塘的SUNTER OFFICE 是 窗外這個office 究竟最旺最賺錢的地方在哪 是 最好的氣場在哪 是 好 看看 現在就是做一個西式風水 就要在這裡找最旺的位置 然後再放一個就是巫師自己親自去做 用了四十九天去練奏的能量塔 將不好的磁場變成好磁場 我們要去最正宗 公司最正宗 先 大門 記住 然後再找 哪個位置是全公司最旺的位置 你的房間 哈哈哈哈 是不是現在 是啊 又再檢查 那為什麼只有一枝肉呢 因為他想Exactly屎的位置 全公司最旺的位置在哪 都是 不是啊 哈哈 是啊 你現在放一下我 進去啊 真的嗎 真的嗎 哈哈 不是啊 是啊 那就要在這個位置 你要留意呢 手要好定 完全不動的 是啊 是啊 這裡哪個位置是最旺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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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旺的位置 哈哈 哈哈 你發覺它不會偏差的 就是你要放在 其實你不是看這個風水嗎 是啊 是啊 這個位置最旺 是啊 是啊 我真的知道是的 是啊 這個位置 是的 可以的了 所以你看到我放那麼多東西 是啊 那這個呢 就要放在這裡 哦 這樣的 是啊 好 又真的 是啊 那個位置我問過其他人 嗯 他們就說放這個位置 對的了 西式都確認了是對的 啊 又不可以不相信 是啊 很多時候中西是合璧 是嗎 是啊 就是好像我幫客人檢查 我檢查了他的牌子 其實你是不是一向都做人家第三者 就是我們的中式叫做兒子 你一向都是這樣 他說你也知道 中式師傅也是這樣 就是跟他這樣說 很多時候中西式是會吻合的 那你問他 你是否兒子 他就回答是 不是 他是抽牌的 他抽牌我看到他是第三者 每次都是 然後他又承認了 對呀 每次都是第三者 很吸引人家的老公 對呀 但是這個 沒有 我不可以自己玩 對嗎 就是說我自己今天喜歡見到 Jessica 對呀 我扔回來的 我自己學是不行的 除非跟導師 除非他有 即是控制到他的功力 通常我 有幾個控制到他 他們都是修憾的人 對呀 即是不同師傅 可以控制到 發覺 好 這個教大家看看 所以今天 一會兒我開三個 希望可以問到你想問的 這個 我又見過很多次 這個 楠良塔 這個 這個 沒錯 這個 上次你送了一個給我 沒錯 但我搬家的時候 搬寫字樓的時候 好幸好還未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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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知道會在哪裡 不好意思 這樣 他跟你有緣 對呀 再請教 另外還有其他東西 另外有一個 曲片 就是這個 像力禮那些東西 它也像的 是一些概念 對呀 德國的概念場 在德國的礦石牆,他採,當他採了很多噸時,他就貿貿然閃閃閃 貿貿然,他本來不閃的嗎? 沒有,這個礦石牆,他採了很多噸,在裡面找,像找鑽石一樣 然後找到他閃閃閃閃,他們就鑿閃閃閃出來 即不是全部都閃閃的? 不是全部閃閃的,是找的,就像寶石一樣 寶石不是,他要找,他找到一個閃閃的部分 然後他們就鑿閃了下去 然後又是交給無私,就是用49天跟能量塔一樣 用49天去念不同的咒語,即是我們俗稱的開光 這個,有什麼用呢? 這個就是礦石,你拿起手,有些人就會感覺到他瘋瘋的 剛才你的同事就感覺到他瘋瘋的,有些人就會感覺到他亂 然後他有什麼用呢?他就會改變磁場 平時可以放在一個袋子裡面也可以 或者你放在床頭裡面也可以 他會把一些不好的東西轉化做好 而且他亦都會避軌避險避邪的 這麼厲害?避軌? 沒錯,有一次,如果大家記得幾年前 浪浩坊事件,那個扶手電梯,不是跌了很多人 有些人死了的那一宗 幾年前? 是的,那時我的客人,他就有托住這個 他說他差兩秒就踩進去,死去 因為他亦都會避危險,所以可以跟身去帶 我的子女的書包都有袋著 我亦都長期在袋子裡 而且當你不開心時拿著,你會發現人物都會開心了 因為他會改磁場,而且會幫助健康、財運 嘩,那一粒都價值連成了 又不是連成的,合理 合理? 合理? 我不問你多少錢,因為他送給我 謝謝 是有緣的 謝謝 那我就,這些是不是都可以帶? 我下年來檢查,不要忘記了 我會記住的,是可以戴的嗎? 戴著日太陽 我戴著日太陽 從Jessica 沒有戴著日太陽 可以戴的,不過戴著日太陽 就是放在袋子裡 平時有些人放在床上 跟身 跟身通常放在袋子裡 放在袋子裡 要不要說要高於腰? 不用的 不用的 因為這些概念是沒有任何禁忌的 它是西方的東西 我有些客人是護士,他們會放在袋子裡 OK 有時候護士不知道撞到什麼 對,他們有一個袋子 聽說,你有一宗很厲害的贏錢票 沒錯,不是我 我的客人 什麼事呢? 什麼事呢? 另外,我的客人就傳來 她說,Jessica 我贏了很多錢 然後我看二百六十元 我最初以為是九萬九 然後我數了,過十八千萬十萬 九十幾 九十九萬六 用二百六十元 那她是做了什麼呢? 是呀 她就做了一個儀式 就是我們珍運改市場的儀式 是 每一年的暑假 她說,我想低調一點 低調一點 現在出了幾個 沒有名字了,我沒有出她的名字 沒有出她的樣子 因為她想低調一點 是呀,很低調的 很低調的 很低調的 好,行行行 其實她這一宗不說 我都不知道原來跑馬要中九十九萬多 六合賽斯那麼多 不是,她可能不知道過了幾關 這些不懂 很難的 很冷馬 那她做了什麼呢? 她就給朋友介紹 她朋友之前做了一些珍運改市場的儀式 就是有些願望成約 就介紹她 然後呢 就做了一個儀式 那個儀式是怎樣呢? 基本上我每年的暑假 如果要留意我IG 都看到我一定是回德國的 OK 她那時候疫情很嚴重 我也是回德國的 因為要拿那些油 那些油就是我們俗稱的魔法油 等於精油 那她是哪個人提煉呢? 如果我們在Google那裡打 史上最出名的巫師 你看到史上十大巫師牌第一 就是Mager Bin 她是德國人 她已經死了四百多年 那她的親人後人 就拿她有四百六十年的髮器 去提煉一些油 那她就會加了不同的植物 再練了不同的咒語 我每一次暑假都會去那裡拿 那我拿了這些油回來之後 就做一個儀式 就蘸起一些蠟燭 再蘸一些植物 再用很多不同的魔法粉 就是她提供給我的 那些 就幫客人做不同的儀式 OK 那這個客人 她就是她還財的 那她就真的中了 就是中整個東西這個了? 是的 然後有些客人都會幫 基本上如果她 例如她家人的健康癌症 第四期我們不做 如果她第三期以下 她都會好得來 有些客人是幫她媽媽做的 那她都說醫生都解釋不到 為什麼無端的癌細胞 就是她之前用了很多方法 不行 為什麼無端的在這麼短時間裡面 就是她醫學都解釋不到她的醫生 不用入身體的嗎 不用入身體的 做一個儀式 幫她做一個儀式 是的 做一個儀式 她可以去很多不同的願望 有些是考學校 有些是正財 有些是偏才 有些是要拿回自己的老公 有些是求復合 有些是求幻才 有些是求幻才 不過當你做了之後 你會覺得好運了個人 好運了之後 你不可以坐在其成 你要用正確的行為去雙倍收穫 這個客人雖然贏了九十九萬六 他也是用了半年的時間 他說他日日跑馬經 是對的 我爺爺做什麼 那是這樣的興趣 也要付出 他以前日日跑不中 輸 輸也行 他日日跑 然後被她發現了 就是做完儀式 日日跑她發現了 原來泥地是會爆爛的 所以全部穿了那些 為什麼這麼多錢 就是全部爆爛的 你剛才看過的名字 我沒聽過的 一定是冷馬來的 是 然後他告訴你 我也不知道 他就說跑馬是泥地會爆爛的 沙田是不會爆爛的 這個我今天聽到 什麼時候的事來的 2011 都忘記了什麼時候的事 1 2 現在沒有寫戀方 沒有寫戀方 就是不會太久的 都不是很久的 我覺得近一兩年 一兩年 威信我沒聽過 這些馬 自由運我都沒聽過 這些爆爛才這麼多 他怎麼會賠這麼多 是啊 我真的沒聽過 這一兩年我都有玩一下馬仔 因為這裡有個馬節目 哦 我都沒聽過這些名字 是啊 所以他有正確行動 就是有溫習的 是 所以他雙倍收穫 例如我平時做運動節食 我一個月減3磅 可能我做了儀式之後 我減到7磅 很多東西會很容易雙倍 是 所以要付出 對 這些油是無窮無盡的 不是無窮無盡 好笑的 所以每次我每年都要去拿 因為每一次給我好笑 是 那現在這裡有了 這裡 是啊 裡面有的 那現在 好 不要賭卸 殺了你 那麼珍貴嗎 沒有了 看完了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個只是恐怖在線 和旺來伯伯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塊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旺來伯伯 一個combo 還有 也可以上課 mmpoint.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刀後不刀費 同時也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